这些年陆陆续续也买了不少的蝴蝶兰 有带着花买后来的 也有花谢之后打折买后来的 买回来到家之后当然会做一些处置 仔细回顾了一下之前的做法 那这一期就把我回顾总结的这些经验教训分享给您 先说第一件事就是买回家之后需要做的第一件事 什么都不做放到那 就把它放在接下来一段时间你希望他待的地方 就放到那真的什么都不要做 这个是不论季节的 不论什么季节 先让他在家里待上一到两个星期 适应一下新的环境 这期间当然要检查一下质量 如果并不干连水都不需要浇 如果已经干透了 给他浇一次透水 放在家里一两个星期之后再做处置 这就是第二步了 这第二步是继续放在那欣赏花呢 还是说要换下盆 那这个就看情况而定了 如果是带着花买回来的 我是推荐先不动就看花 等到花将要卸的时候再换盆不迟 即便是这种简易的塑料盆 也可以完全不动它就放在那儿赏花 我这一盆里这些我就是这么做的 到现在我还没有换呢 不过也快了 这几天我正琢磨着给他们换换盆 我发现买回来不动它的盆 是最安全的做法 想想道理也是挺简单的 人家苗圃用的盆也不会是最糟糕的 当然呢有它不好的一面 就是它用的这个方式 可能更适合它苗圃的环境 那么长期养在我们家里呢 是会需要有一些改变的 那这个可以以后再说 也没有紧迫到说 到家门立刻就要换盆的这个程度吧 如果到家之后马上换盆 既要适应新的环境 又要遭受换盆的这个创伤 那有些体格不够健壮的 可能就扛不住了 所以到家之后 不论什么季节 不要着急马上换盆 甚至连外面的那个 简易的塑料盆都不要拆掉 我以前也这样认为 只是拆掉那个塑料盆 不碰它的根 应该伤害不大 但是我发现 那也不是最好的选择 最好的选择就是 什么都不动 连塑料盆也不拆 这一点在冬季的时候 尤其要注意 我回忆了一下 我出问题的几个 好像都是在我这儿的冬季 因为冬季我这儿也没有取暖 温度有点偏低 已经在室生温度之外了 这颗 这颗长毛的这颗 今天呢就在这儿 跟大家报告一下 图片我就不上了 应该是救不过来了 就是因为这颗救不过来了 我才想着说发这期视频 这儿呢就特别重点强调这一点 温度不合适的时候 尽量不要动蝴蝶兰 尤其是新买回来的 就放在那儿 等到温度合适的时候再动 我冬季新买回家的蝴蝶兰 拆盆之后出问题的 有救过来的 有没救过来的 但是回想了一下 冬季拆盆 出问题这个比率是有点高 所以记得温度不合适的时候 千万别拆盆 这一点呢也不难理解 我们不是刚讲过蝴蝶兰的周期 温度不合适的时候 它本来就处在保命期 活得很艰难 那这个时候 确实是不应该打扰它 让它雪上加霜 对吧 不过这个保命期 高温低温还是有些区别的 在高温的保命期相对好一些 我猜测蝴蝶兰原产是热带 它对热的这个适应能力 可能比冷的这个耐受力 要好一点点吧 所以到家后做的第二步 如果是想拆盆的话 一定要看一下环境温度 就是它生活的那个环境温度 温度合适 那就可以换盆 温度不合适 就等到温度合适再换盆 我回忆了一下 当初我开始抢救自己的花后蝴蝶兰 又买了一些打折的蝴蝶兰来练手 刚好是夏末秋初 那个时候温度是很合适的 所以那一批特别的成功 开花的开花 长侧芽的长侧芽 所以一下就信心大增 甚至还激动的发了YouTube视频 也就是我最早期的那几个视频 那会连视频怎么弄都不太会的时候 现在想想那会也真是歪打正着 外部环境因素特别好 温度是不冷不热 然后我又把它放在浴室 当初那一批是水培嘛 我放在浴室觉得这样操作比较方便 浴室这环境又是在全家来讲是最好的一个环境 那非常的明亮 有足够的湿 虽然不会一天24小时都是那么高湿 还是不可能让它那么湿嘛 要通风 也是怕浴室会惨毛 但是每天都有高湿的时段呀 也就是无意当中给了它一个特别好的环境 明亮的散射光 每天都有高湿的时段 还通风透气 再加上那会是夏末秋初 温度还合适 越说越感觉 当时真的是很幸运啊 如果最初的时候 一上来 西洛华拉全给养死了 或许也就放弃了 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真的很幸运 也所以呢 如果您是刚刚开始养花 有失败的情况 也不要气馁 或许是开始的时机不太合适 也可能碰巧买到的那个花 不太健康 蝴蝶兰的室生温度是18度到28度 所以呢 您可以选择在这种温度范围之内的那个季节 再重新试一下 或许这次就成功了呢 从温度上来说 一般春秋都挺合适的 但是我觉得可能夏末秋初更合适 为什么呢 比较短的时间之内就能见到花 这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啊 如果是春季开始 接下来是夏季 它是进入到营养生长阶段 会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没有花 但是会看到它根和叶的生长 如果您性子不急的话 从春天一开始养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入手季节 好简单总结一下 不论什么季节 买回家之后 先放一段时间 什么都不做 是最安全的 买回家之后 立刻彻底换盆 或者仅仅是把外套盆去掉 也是可以做的 只是这样会有一定出问题的几率 确切的说 比不换盆出问题的几率更大一些 放置一段时间之后 再做决定 有花的推荐不换盆 花谢之后再换盆 没有花的可以换盆 但是在换盆之前要考虑一下温度 温度不在适生范围之内的季节 最好不换盆 等到合适了再换盆 尤其是比较寒冷的时候 强烈建议不换盆 说到这儿 我又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买花带着的那个盆和植料 可不可以一直不换 一直用 不建议这样 包括我们自己在家里换的新植料 过上一年半载 也是建议换一下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时间长了以后 植料会老化酸腐 这个是不利于根的生长的 所以过一段时间需要换一下盆 这个时间的长短是跟植料 是什么植料有些关系的 好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儿 祝您的蝴蝶兰健康 多花 我们下期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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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